雾峰丁台社区发展协会定期任养雾峰交流到下方的空间 社区打造成美丽的公园 不过日前社区配合花博举行设置货柜屋工具间和厕所 还有搭设遮阳棚 遭到高工局认定违反当初申请使用项目 这天邀请地方明代会堪 争取修改契约让社区继续任养 地方明代这天来到丁台公园 这处未在高速公路下方的空间 由丁台社区从民国102年开始任养 逐步规划完善的植栽营造环境 日前公园配合花博举办 在公园内设置厕所或柜屋工具间等设施 没想到遭到高工局认定违反当初申请使用项目 需要进行拆除 东西要存放 还有厕所方面 你必定来公园使用的群众很多 没有一个厕所给他们使用也是不大好的 因为公部分的要求 我们尽量配合 当然我们有些一类是没有考虑到周全 后面产生的一个设施 我们今天来做补救 也就是厕所 因为志工也要上厕所也要洗手 提供给我们志工做这个洗手所用的厕所 以及我们活动式的货柜 还有我们有一个组合物 因为他们要堆一些 农具的地方 一定要让它有储存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切依法 这个就由我们的公所跟社区发展协会 所需要的面积部分来作为油厂的这个承租 地方名代表示这块空地是社区花费七年时间 从无到有变成美丽的公园 社区因为需求设置厕所让民众来使用 还有放置扫具以及各种工具的货柜屋 还打造了有屋顶的凉亭让民众乘凉 地方希望不要因为没有申请建造许可的行政小瑕疵 让公园变得美中不足 有一些法律上规范就是因为有地上物的东西 那透过今天的协调 那也已经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看投影面积是多少 然后尽量的把它集中 然后会由公所这边来负责 然后来协助 然后请建筑师 建筑单位来补照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部分的租金 少少的租金 这个部分不是很多 这部分我们会来协助 来协处 这些要建造的部分的话 就不能补偿取用或是任养 必须要第一个要补建造 第二个的话 那需要用租用的一个方式 那因为 102年到105年是第一期 105年到109年的话 那这边的话是第二期 那在这个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话 他们想要提供给民众 那更多的一个服务 所以就也曾今天的话 有一些部分的话 还是要符合法令规定来申请 交融部高工具表示 2013年起由丁台社区无偿令 养盖空间每三年订阅一次 依照规定多出来的建物需 符合建筑法规 并订立有偿租约 所限经过协调后 将由区公所负责协助补照 再计算使用面积 承租付费 其余的部分 继续无偿提供丁台社区来使用 健身传台中藏报道